节安乡到乡国小的孩子们展现爱心 由学校乡自治会小乡长叶光辉和他的幕僚团队 捐赠校园原油会结余款23,565元 希望可以透过施工所统筹来帮助正在的乡亲 乡长游淑珍对于孩子们的爱心给予最高度的肯定 还邀请小朋友坐上乡长的公务座位 体验当乡长的感觉 节安乡到乡国小自治会小乡长叶光辉 和幕僚团队来到节安乡公所 把学校原油会的部分义卖结余款捐出 希望可以帮助地震受灾民众 我们113年原油会的收入 我们想捐给乡公所帮助地震受灾户 并表达平时节安乡公所以及乡长 对我们道乡国小表达感谢 那这次乡公所要把钱捐出来你们同意吗 我们同意 有开会讨论过吗 没有 小朋友们天真又热忱的态度 让乡长游淑珍非常感动 连小小的国小生都奉献了自己的极爱 用自己的能力举办园友会 来打开自己的存钱筒 投入了这次赠灾的救助工作 尤其今天是由我们道乡国小 小小乡长跟校长一起领军到节安乡公所来 看到他们健康天真活泼又有爱心的表现 我们一定要给他们做最棒的认同 所以乡长邀请他来到了乡长的座位 我相信这也是从小承担起社会任务职责的一种教育跟教养 希望我们社会有爱教育铺陈 让我们一起共共 无论在各个氛围里面都可以献出爱心 呈现自己表现出自己最勇敢的一面和关怀的这样的幸福 乡长游淑珍除了和学童分享正在期间的作为 也特别邀请学生坐上乡长的公务座位 让孩子们体验当乡长的感觉 坐上乡长宝座 学生们非常紧张不过也很开心 乡长游淑珍希望这一趟有意义的学习之旅 能够成为孩子们生命当中值得典长的回忆 介续会竟然相报道